游行的队伍是已经走到了 这个接近香港政府总部的地方 现在大家觉得要听我声音可能有点吃力 因为在周遭这些香港的民众 他们的情绪是非常非常的激昂 几乎人潮黑潮是已经摊化了 在政府总部前面的这条道路 不变的是他们始终举着这样的标语 希望要马上撤回收顶 取消这个暴动定性 因为在6月12号的游行就被认为是暴动 他们认为这是不行的 所以他们希望要释放所有当初被抓走的人 而另外我们也要持续带大家往里面 其实刚刚是大家为了让我们连线 然后想要秀出他们的表语特别停下来 但其实在这条路上要移动已经不是这么容易了 因为在这边其实民众真的非常非常多 几乎是已经瘫痪了 我们刚刚讲说黑潮是涌挤在这整条的道路上面 我们也要来跟这些民众来访问一下 因为其实昨天大家已经讲说民阵他们说 没有要发动这个罢工的状况 但还是有民众他们要自主的罢工 我们来访问一下 你是做什么行业的? 做零售的 他是做零售业的 可是他明天还是要罢工 为什么? 为什么要罢工?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游行了两次 但是政府都没有正视我们的意见 所以我们要用一些罢工的方式 希望政府可以正视撤销这个恶法 不是暂缓 而是撤回一个反送中的恶法 他们的意思是说呢 因为虽然说现在已经暂缓条例了 但是他们认为要罢工 强度才足够 才能够让政府正视他们的名义 那我们镜头继续带大家往前面走 其实在这边的人潮真的非常非常多 越晚人是越来越多了 很多民众手上是有拿着这个花束 就是要来悼念这些民众 那么其实呢 我们刚刚是说这些民众是要来悼念 这个昨天从高楼坠落的这一位 这位也是跟大家一起反送中的勇士 那么其实在这边呢 我们也来跟民众来访问一下 这边呢有一群他们是学生 这群学生呢 他们也是今天呢 特地跟着游行的路线一起走 那一路呢走到这边 就决定在这里静坐 我们来跟他们访问一下 可以帮我们讲一下 你们今天从哪边开始走 走了多久 我们从 我们从铜锣湾走过来 都有四个小时左右 铜锣湾那边人应该是挤爆的 几乎一度动弹不得 人很多吗 有很多都有 那我可以看一下 你们手上准备的这个 就是我们昨天想纪念一些 我们在镜中那边 有一个人就是挂一下 那边啊 他不幸的掉下来 就是我们要紧练一下 看到哦 其实像他们就准备了这样 这个白花 他是用纸做成的 他们手作要来为这些 就是这一位呢 从高楼坠落的这个民众来调念 那这个花朵呢 像很多学生哦 他们手上呢 都是拿着这样子的花朵 那其实他们在现场也决定 要持续的来静坐 是希望说政府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 尤其哦 在这边呢 几乎已经是在这个立法会的前头了 在这条道路上面 现在呢 满满的都是穿着黑衣的这些民众 而今天的游行呢 其实是从下午 原本原定在两点半的时候 才要开始走 但是呢 今天是在两点半 还不到的时间点 原本是三点要走 还不到两点半呢 就已经开始出发了 沿路呢 是经过了很多 像是铜锣啊 还有呢 湾仔这类的调道 那所有调道 其实几乎人都是多到 一度没办法移动的 那大家呢 沿路都是举着标语 像是呢 学生没有暴动这样的标语 是我们今天最常看到的 就是要来诉求说 612的这个游行 不应该被定位成是暴动 而另外其实在我们刚刚 行经过来的路上 也经过了香港的警总 在这边其实大家的这个反应 还蛮激烈的 就是认为说当初呢 使用这个暴力来执法的这些 应该要来受到严惩 那我们也注意到这边 有一位民众 我们可不可以跟他访问一下 您好 您是香港人吗 还是达人 都是台湾 都是支持台湾 对 没错 那想要问一下 您觉得就是香港这次状况 对台湾来说 是不是需要引以为鉴 香港应该得到台湾的支持 没错 对 现在香港的这个情况 最令你们忧心的是什么 最令我们忧心的都是 往返大陆啊 对 觉得太过轻忠吗 对啊 没错 太过轻忠了 所以都是被中央来控制 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 以这一次的这个逃犯条例的 手顶来说你们最担忧的是什么 人道问题 人道问题 对 没错 所以今天的诉求 诉求还是 还是要撤回 所有的条例 对 没错 那我们可以听到呢 这位民众其实他是非常激昂 因为他是觉得说呢 台湾人一定也要关心 这次香港的这个 反送中的运动 因为在这次的这个行动当中 就是提到说这个引渡 犯人引渡的问题 他们认为说 会不会其实造成说 台湾如果太过轻忠 也会有这个自由上的状况 那我们也来听一下现场 让大家感受一下 现场的这个气氛 现在其实是有一辆公车要经过 可是呢 现在他的车速非常非常的慢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在这个港府外头的这条路上 已经是被这些抗议的民众给瘫痪了 因为人真的非常非常多 那我们呢 这是在我们金钟的这个港府外头呢 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有任何消息 我们也都随时为您守候在现场 人真的很多 但我们也看到了抗议民众 真的展现了高度的素质 就是希望能够避免再被有心人士 污蔑城市暴民 而画面当中 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抗议民众虽然是已经占领了 主要的道路 但只要看见有巴士或是救护车经过 那么行经游行的队伍 人潮就会自发性地让开 让大家让车子能够通过 而这画面上传网络之后 大家都称赞 真的是素质相当的高 有点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